温馨水果可不良,不少家长发现,越到野下越会出现一些热气的水果,比如荔枝,榴莲等图等尾冬,夏天热气水果有很多,夏天,我们阳气发散,都跑到体表,容易造成体内血寒。 所以,使用一些热性水果,就能让体到温补作用,而不是一味精热解暑,天地万物,阴阳相成,有寒笔温,万物滋生,其实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 所以,给调理孩子身体,若能睡应天时自然就会吃饭豐沸了,温阳不易,莫告荔枝,许犹家介绍,荔枝不仅是水果,还是一味敏药。 荔枝为干性闷,入心,脾,肝精,幼养是健脾,温中散寒的功效,更多新闻资讯,请关注阳城看。 Hi,YCWCOM 小孩皮羊足,免疫力强,古典医书中对荔枝的评价很高,暖五皮精,温滋干血,只荔枝能够,和皮,开胃。 荔枝不仅能够生津,还能消融解质,让气血通行。 最重要的是,荔枝多儿股孩子皮羊会有很好的效果,温滋干血,欲求要解,皮羊充足,孩子的免疫力自然就强了。 西方营养学的研究也表明,荔枝肉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蛋白质,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,提高抗病能力。 此外,荔枝还能补导荔枝,这是因为荔枝果肉中有丰富的葡萄糖、热糖,总糖量在70%以上,具有补充能量,增加营养的作用。 担心小孩吃荔枝上火,怎么应对? 家长不让孩子吃荔枝,主要是担心吃后会热气上火,进而也把感冒发伤,喉咙痛等。 那么,孩子为什么会动不动就上火呢? 取留家解释,大多数时候,孩子的上火并不是热气,而是由于鸡胃功能弱,容易击食。 孩子已经处于击食,消化不好的状态,但是家长并不知道。 所以,孩子此时已吃营养高,难消化的食物,就会引发呼吸道疾病。 其实,这种情况下,吃其他难消化的东西,孩子一样会感冒头龙头。 给小孩吃荔枝,要掌握相关妖领图是全中国,如何避免上火。 家长掌握这三点,家长要观察并及时发现孩子出现及时的情况,把他们消失导致。 这样,孩子吃荔枝才不上火,同时,还要掌握以下三点。 一,消化好,无病痛,如果孩子身体有不适状况,如流鼻水,咳嗽,喉咙痛等,此时就不能吃荔枝,孩子不及时,消化情况良好。 舒达,口气,大便,睡眠都比较正常,吃荔枝就问题不大了。 二,泡盐水冰着,把荔枝泡在盐水里,放冰箱隔下,这样可却除不犯火气,但是,要注意从冰箱拿出来之后,要放回室温,才能让孩子吃用。 三,控制量,不可太多,具体多少,家长要观察孩子第二天的情况,如果消化没有问题,就说明没有过量,可以适当增减。 小玩儿,吃荔枝要节日,一般每次不超过五个图成硬瓶,只要注意以上三点,吃荔枝也不容易热气上火。 此外,荔枝本身也有化解热的材料,荔枝肉干,而荔枝咳性属苦寒,是尤家说,晒干的荔枝咳,其实也是一味重要。 进水瘾,一颗荔枝三宝火,用晒干的颗煮水,就能解除它带来的火气,一个果实同时间被含热,如果给孩子服用,就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 荔枝不可空腹吃,进方荔枝病,荔枝含有大量糖,吃多了,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大量胰岛素,从而导致低血糖,因此,不要空腹给孩子吃,更不要吃过量。 临床上有孩子硬空腹大量吃出问题,家长,要特别注意这一点,荔枝还能拿来做菜图的尾东,荔枝食粮帮,荔枝虾球,材料,荔枝五个,鲜虾五个,错法,荔枝取合,鲜虾取合,敲肠,剁碎成肉泥,加入连连制巧吻,虾泥翻入荔枝中,精蒸十分钟。 功效,养血健脾,补盖益胜,注意,多米的孩子胜吃,一岁以内的孩子不能吃,来源杨成派,剔图等尾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